分析这一块的话 这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货币的一些 Trading Central的就是数据分析 就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纽元对美元 或者是欧元对纽元 或者英镑对日元 然后比如说这个英镑对日元 Trading Central它的一个分析是 日内是看涨的 然后165.61是支撑位 然后目标点位是168.6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还可以点击进去 去看它的一个就是Trading Central的一个分析图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 就是日内就是一些比较多的一些产品 这样子每天如果就是当您不知道 应该交易什么产品的时候 就是您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就是这个分析这个板块 对于自己基本上有就是大部分产品 它的一个分析数据 然后的话您可以以此去做一个决定 我今天应该做什么产品比较好 然后讲完这个分析这一块 然后我们看一下newsletter这一块 这个板块就是跟分析板块 就是有点类似 然后的话它这里也是出现 就是某些产品日内的一些就是分析 比如说我们点击进去 我们点击进去 然后是可以看到就是Trading Central 对于不同产品的一些分析走势 以及它的一些Trading Central的图表 比如说这里有这个就是奥元兑美元 以及这个英镑兑美元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一些就是那个分析策略 就比如说它的支撑点位呀 是在就是比如说这个是这个是欧元兑美元的一个分析 它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位是在1.0382 然后交易策略应该是怎么样的 就是比如说他这里说就是交易策略 如果是跌破1.0382的话 我们是应该做空 然后第一目标点位我们是应该设在什么地方 然后就是交易策略是怎么样的 都可以在newsletter这个板块就是得到结论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FSTV FSTV的话这一块比较适合就是喜欢看视频的朋友 因为这里都是一些就是来自于不同分析师的一些视频 对于市面上面一些产品的分析 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这个是分析师对于澳元兑美元的一个分析 然后您可以在这里就是看到就是就是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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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